老公從四川西艙發射了 長征運載火箭 成功 而且經過台灣上空 國防部說我們徵獲了 我覺得事先我們就知道路線了 知道火箭的路線 大陸發射 成功發射中興六一衛星 是長山儀火箭的升級版 而且中間搭載了C-band K-U-band等多頻段的廣播通訊的設施 它是第四代所謂數字透明技術 是大陸新一代廣播跟電視 專用的傳輸衛星 並不是作戰 但是就是通訊的衛星 接替原來的中興六B衛星業務 所以承擔廣電的播放的使命 但是你要打仗 你像烏克蘭 俄羅斯打仗 那個通訊也很重要 所以要用馬斯克的第一 什麼星鏈 星鏈計畫 所以中國現在看起來 航太發展得滿迅速的 所以在它的火箭軍 戰力一直在擴充 因為這兩個其實又相關的 火箭再彈頭出去 所以印太 印度太平洋就這一代 是不是覺得很有隱憂 就它一直發展發展 這樣怎麼辦 就打到太空去了 新加坡國防部長也示警 所以未來十年 亞洲衝突是最大的風險 不要看俄羅斯 烏克蘭 什麼中東 那不稀奇 亞洲才是很大的風險 而且當前面臨的核心難題之一 就是中美戰略的競爭 因為中美都想這邊 原來這是美國的天下 老中線也開始要慢慢的擴充 老美就想說 握他之下豈容他人酣睡 所以要阻止你 就在這邊競爭 張宥霞是可能接國防部長大陸 說台灣如果想分裂 中國軍隊絕不打贏 而且一中原則是國際社會 普遍的共識 所以不要想要過分裂出去 另外說為了阻止中國打台灣 所以美國要強化地面機動部隊 所以到時候機動部隊 可以到台灣來保護台灣 這個意思 反正你等下機動部隊幹嘛 立法院三讀 明年起政府會一無一難 提交6%的退休金 我覺得這都是形式上的意義 我也真的不覺得 一難那麼在乎那個6% 薪水也沒多少錢 6%有多少錢 不過至少表示說 我對你跟對職業軍人是一樣的 也幫你準備了退休金 我們看看大陸長征火箭 海巡平全民國防對外展示戰力 國軍也主動揭露掌握的最新情資 今天晚上7點23分 國防部爭獲中共 在四川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執行長征運載火箭 搭載衛星的發射任務 這枚火箭的飛行路径 經過台灣上空 高度位於大氣層外 這是第二次被我方爭獲 10月5號中共也執行相同任務 但當時飛行路径 僅經過我防空識別區西南邊緣 那衛星事實上來講 它根據它不同的步方的軌道 那其實它大概固定 就會有幾個發射的火箭的軌跡 各國來講基本上都認為說 你是在大氣層外了 所以沒有所謂的領空的這個問題存在 主動透露情報國軍拼音安撫明星 曾宇 其實你可以看喔 從剛剛我們上一階段 有特別的聊到 現在目前就是中美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很大的部分 就是兩邊就是面子之爭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個大佬 有特別講到很像藍白 我覺得有這樣子的類比關係 因為一個加大也大 一個是有不能輸的壓力 所以兩邊現在目前的狀況 我覺得還是要看一下 因為第一個 美國想要營造什麼 回復美中之間軍事的對話 那當然對於中國來說 當然你的晶片制裁 是不是有一個和緩的空間 再來 iPad之前 我覺得你說有 剛剛說幾不幾有 幾不幾沒有 等等的 我覺得就是難逃避的四個問題 剛剛趙大哥特別講的 印太的關係 印太的問題 當然還有現在烏俄 還有那個尾巴 但是最重要的是台灣問題 所以如果說今天 美中之間 他們兩方都在想辦法 容兵的狀態之下 現階段 到底為什麼 中國要做這樣子的 航太相關的武力的展現 我覺得很大一個原因是什麼 尾巴戰爭的民港時機 他想要表現的是什麼 中國是不是要向美國 直接告訴你 我隨時都可以發動 比哈馬斯更強烈的武力戰力 我覺得這個是中國 他現在起要的目的 那當然我覺得在這一塊 其實台灣真的是 不能掉以輕心 很大的原因是在哪裡 你看喔 從去年 裴洛西來台的時候 我們現在 中國就向美國 表達了這麼大的抗議 但是台灣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相對應的 應對 我覺得在這一塊 其實我們還沒有看到 實際的狀態 所以可以看到 剛剛國防部 他其實也是蠻輕描淡寫的 帶過去 但我覺得這完全是 Apex在即 我們現在台灣 有沒有可能變成是 美中之間溝通的 談判條件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 現在必須要非常小心的 同時間現在藍綠白 三方的總統候選人 都必須要好好的 關心這個問題 美中之間他們的角力 到底現在是溶兵狀態 還是現在面子之爭 我覺得這還滿值得 繼續觀察的 美佩芬 我們看到中國的長征火箭 又飛越台灣的上空 其實很明顯 就是這樣像台灣 在印太地區 閃至於全世界 在秀他的肌肉 從剛才講到現在 就是美國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看樣子好像是要開始 又恢復了對話 可是可不可能 就不談台灣 其實真的不太可能 因為美中之間 不談台灣的話 那就很像就是在 房間裡的大象這樣 大家當作沒看到 那很做不到一件事情 你說有沒有可能 就是止疊回穩 止疊回生 因為我覺得之前 確實是跌到滿谷底的 所以說要再繼續跌下去 也真的不太容易 但是你要它變到多好 我覺得也是很難 為什麼很難回到過去 你光看美國的民意就好 GTI它最近做了一個調查 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 就是滿分10分的話 就是對中國的態度 是差不多4.01分 然後對台灣人 對台灣的態度是6.06分 明顯高數很多 不只這樣Pew 包括皮尤就是民調的中心 就是專門在做的 他也是觀察出來說 美國人對中國 83%是採取負面的態度 甚至有40%的人認為說 中國是敵人 不只是競爭對手而已 它是敵人的狀態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它有 美國國內的民意的壓力 中國習近平 他又有自己一個集權的 現在決策圈 越來越小的壓力之下 美中之間可能對話 但是能夠談出什麼結果來嗎 我這也是比較懷疑的 老師 我覺得老共雖然經濟壓力滿重的 但是窮兵獨物的方向不會改 所以他就戰術也好 戰略也好 就日清月曰 一日千里 但是我們這邊的老闆 老美對台灣的設計就是那麼一套 但是我們的候選人 三個候選人 四個候選人 就拿不出一個距離的辦法 所以我才忍不住 我今天借用這個平台 得到我們主持人的同意的話 我具體的 發表一個選舉 選舉參選 我具體的提出四點 我要搭檔 第一點 老美要把台灣建設成堡壘 我不要 你想為什麼要堡壘 我們又不是直布羅托 對不對 直布羅托看著那個海峽 我當然是堡壘 台灣海峽三百年前 葡萄牙人經過 伊拉佛摩莎 我們現在就是說 哪一台船經過 往東一望 人間的樂園 東方的瑞士 所以我們拒絕的時候堡壘 還有第二點 你們一天都很兵推 結論就是說 飛機掉幾家 船乘幾多少 坦克掉了多少 以後拜託類似的兵推 要把人算進去 三千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住了兩千三百萬人 怎麼人死多少 從來都沒算 我們自己也兩次兵推 就不是這樣 我們有時候 那個能源會不會進不來 我們人會受傷多少 這樣才算有人性的 兩邊公平的評估 然後第三點 最近就是說 我們的飛彈基地 要散佈在好多地方 大家嚇死了 我們飛彈基地 我們飛彈是幹什麼用的 是要攔截它 是要把它打下來 而不是要攻擊用的 所以我建議 雖然下一次林育方來 你替我問林育方 真的要散佈到全國各地嗎 我覺得集中管理 然後集中附近的人 就不要去買 不要去買房地產 如果那個房地產一瓶 八萬塊也沒有關係 因為危險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 把老共的飛彈基地 不管你從什麼地方都可以 都可以設到 你為什麼要從台灣北 到台灣南都設立 飛彈基地 這個我搞不懂 最後一點 武器 然後要我們買 沒辦法 我們是人家的看門狗 但是我們應該 就是盡量買自海 自空 自敵人 而少買在地面上作戰的時候 用不可的武器 因為我們不期待他們上來 他們一上來 死了 你怎麼知道 沒辦法 老神當選 動算 撥大 你聽到了嗎 代表民眾黨同意不同意 我覺得他已經扶掌了 他代表國民黨 你代表民眾黨 我代表我個人 大佬剛才講的 就是完全就是現在 台灣的這個 我們國防部 我們現在已經不喊 制空自海反登陸了 就是已經正視到大陸的 對於我們的這種飛彈的威脅 我們現在覺得 不是不喊制空自海反陸 我們現在搞的是 登陸以後怎麼辦 沒錯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是 地面作戰了 所以才講的 然後現在什麼城鎮作戰 然後其實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是很誠懇的在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他在立法院就是公開就答 這個賴清德不是說什麼 異物異不會到什麼戰場嗎 他就說 邱國正就講說 最好槍聲不要響 只要槍聲一響的時候 台灣處處是戰場 所以他的確是很切實的 這個面對問題的 相形之下 就這兩天在這個 說好像這一陣子在網路上面 傳得很瘋的 就是柯文哲在大學的演講 一個袋子 是昨天晚上陳輝文傳給我的 這個不好意思 這個柯主席一點這種 國防戰略的嘗試都沒有 他還在講說什麼 老共這個如果打台灣的話 這個是順序是這樣子 網軍空軍海軍陸軍 他瞎了嗎 他傻了嗎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回事呢 我們去年這個8月4號 大陸這個圍台軍演的時候 我們的通通都被攻擊了嗎 不是嗎 我們的這個總統府的網站 國防部的網站就是說 他講的第一波的網軍是沒有錯 他一定會發動網軍 可是怎麼會是第二波 什麼是空軍 我們要應對 他講我們要應對的是 空軍 海軍 陸軍 不會是這樣子的嘛 他一定就是導彈去打 他就飛彈打垮你們 打垮我們的這個機場 基地等等 我們哪有制空制海權 所以說純粹從這個 戰略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柯文哲是不及格的 但是今天還有一個 非常值得重視的一個談話 就是李顯龍 李顯龍總理他在論壇上面 他不是講就是說 大陸在台灣的議題上 不是衝動好戰 然後但是大陸呢 除非大陸受到挑釁 否則世界不會一覺醒來 發現他們已經決定發動登陸戰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值得重視的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為什麼李顯龍的談話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戰狼外交部長 吳釗燮都沒有出來 去罵李顯龍挑釁的人不是 挑釁的人不是台灣 是這個中國 為什麼吳釗燮都沒講 他以前 他不是之前的時候 已經去罵過這個 新加坡的前外長了嗎 你的節目新加坡人看的 我的看法跟李顯龍 完全一樣 不曉得是我學他還是他學我 我來報告一個數字 我來報告一個數字 1996年台灣是第一次面臨飛帶危機 那時候台灣的軍力跟大陸的軍 那時候是海 制空 制海 我們的空軍的飛機是比他有優勢的 海軍的實力沒有差很多 那個時候我們的軍費是100塊的話 大陸是108塊 差不多 現在差17倍 這五年我們是100塊的話 他是1700塊 差17倍 而且他還有很多隱藏式的 現在我們國軍敢喊制空 制海嗎 都不喊 沒有辦法制空 是大陸在制我們的空 制我們的海 台灣要的並不是 我們拼命的去買武器 武器當然要買 部隊也要訓練精良 就像瑞士他是搞 他是和平的國家 對吧 但是瑞士的 3D坐在部隊的能力是很強的 台灣武力要強 軍力的訓練好 但是不是要隨時要準備打仗 你剛剛說我們兵隊都沒有講死 昨天陳永康 陳將軍 他是主持這次 135個人主持兵隊 他昨天傳個資料給我 他說英文寫錯了 英文報道寫5000到1萬錯了 是5000到10萬 英文少了一個零 老百姓不算軍人 平民會死 是他們的兵隊嗎 還是我們的兵隊 我是說他們的兵隊從來不講 是他們是誰 我們的兵隊應該 他們是誰 我們的兵隊是有講 老美 他也有講 他是講軍人 他沒有講老百姓人 有的時候有講 有的時候沒講 因為他那個主要是說 因為我們看到的 美國的那個兵隊 他常常有的時候 我們只看到的是 他的一個大制 並沒有進入到那個細節裡面去 對 那個兵隊 的人 都